好 來 蕙蕾老師 幫大家做一個塔羅的占卜 我們在未來一個願望 能夠 靜彩很順利嗎 好 我們1 2 3 4 5 沒有任何提示 看你是靜彩很順利 還是靜彩很困頓這樣子 來選一個 好 來 蕙蕾 5號 好 橫婉姐 今天手氣不太順 3號 好 書律師 那是你棒情 4號 跳老師 2號 2號 蔡老師 1號 周老師 3號 好 我要4號 不要再來找我 我要4號 你要4號 好 來 未來一人我們靜彩嗎 靜彩1號 好 大家都選好了 不要緊張 不要衝動 好不好 就一個月 好 你現在是誰 就一個月 首先看1號是觀眾朋友 以及我們靜彩姐一起選的 未來一個月靜彩40分 怎麼還是40分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個是屬於疏忽性的漏裁 就是說 來看 怎麼會有 對 因為疏忽性的漏裁 不管是掉東西 或者是車子可以到 或者是因為 你本來覺得穩當的一個裁 可是一個小細節 結果就讓這個case 流失掉這種狀況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選到這個 世界牌代表你對現在狀況 是心滿意足 所以更容易有疏忽漏裁的狀況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張 是觀眾朋友跟廖老師一起選 未來一個月是60分 淨財指數 這個是精準的入財 該來的都會來 所有的支票都會兌現 你算好的反稅也會進帳 所以沒有任何一點是漏掉的 是非常不錯 如果觀眾朋友選到 也代表說 你平常對財務是有規劃 未來一個月就會 如你所規劃的 一筆一筆的進來 沒有一個逃得了 但是也沒有太大的驚喜 中樂透什麼的是沒有 那我們來看中間我們有老師 還有我們來賓呢 就已經選過20分的香涵姐 就還是20分 我們節目選不選 是怎樣 怎麼這樣 天啊 我們節目這個太準 這個要小心 這是陷阱漏裁 因為魚子的牌代表說 你覺得有一件事是美好的 但是旁邊有人提醒你 可是你沒有聽就掉進去陷阱 所以觀眾朋友選到這個 你一定要想清楚說 最近你有什麼大投資 或有什麼想法 是不是有人中原你也提醒你 那只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可以避掉這個陷阱的 陷阱漏裁 因為是看起來很美好 但有陷阱在裡面 真的 一個月內要小心 那接下來呢 2 4 6呢 不是80就是100啦 那我們首先看到第四章呢 跟觀眾朋友很多來賓 一起選的是80分 80分很棒喔 這是翻盤的入財 也就是說之前很糟的 選到這個特別零 立刻就會整個大翻盤 就是鹹魚翻過來變丁香魚 或劉葉魚 或什麼高檔的貴妃魚之類的 而且這個翻盤是因為 其實你早就在默默的經營 皇后牌是靠著朋友的推薦 還有人脈 所以導致你一夜之間就翻盤 那我們來看今天閃亮亮的 第五章不用開的啦 第五章不用開的 誰選的 就是今天80分的輝文哥 選到的居然是100分 豪氣入財 選到皇帝牌的觀眾朋友 跟輝文哥呢 豪氣入財的意思是 你那個掌聲不是很甘願耶 這個豪氣呢 主要第一呢 它是大筆的入財 而且是阿沙里的入財 而且是只有你獨得的那種入財 所以錢會一直進來 壞事做這麼多 而且呢 皇帝牌也代表地位穩固 所以不但入財呢 你的事業地位也穩固 通告也沒人贏得過你 觀眾朋友來講 事業方面也是有穩金 還可以繼續延續到下個月 謝謝惠文老師 來 不過今天講到說這個遺產 我們要問一下蘇利師 如果真的要順利爭取到遺產 必須握有哪些有利的條件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你要還是維持到你自己的愛心 對父母親或對其他愛心 因為當然我們再講技術一點的話 第一個你如果從內心本身去講 會比較好 講真的 是不是人在老了 最後這段時間 通常誰陪在他身邊照顧他 他最後會改 所以你最好還是有愛心去照顧你的家人 所以你如果最後都在他前面的話 第一個你會知道說整個財務狀況 第二個 好心機喔 這是我如果說從法律 法律上這樣講 但是我剛剛講一定要有愛心 是 是先從愛心 再來說第二個才知道說 其他有沒有做一些小動作 因為你如果在旁邊的話 你就不會說擔心別人有做小動作 你都在照顧他 別人不會通通出來說 老爸你就把房子的意見證明 幫我弄一弄 蓋一蓋給我 因為你都在旁邊 但是我覺得你如果真心的照顧他 他就算是他有差點 擦槍走火的話他會告訴你 所以第一個最重要我們要回到愛心 一定要跟在旁邊 第二個是要注意說 有沒有其他人說對老爸 或老媽有不利的情況 要特別注意 什麼意思 例如說他說 爸你是給我五百萬 就是偷偷讓他讓你不在的時候 把財產騙光 把財產騙過去 對 用一些手段 對 用手段 對 用手段 例如說贏康存責對不對 對 提款卡先借我一下 我幫你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就被拿走了 你要注意 所以最後的時候都要守著 彼此互相 兄弟姐妹要互相 對 好戰鬥嗎 所以你比較容易注意到 就是我們都要彼此互相 在這邊發揮我們的愛心 好累喔 真的喔 但是如果說用這樣會太累了 我只是把一些法律上的東西 要注意自己 注意自己 可以算一下 就是說你覺得爸爸媽媽 可能來日不多 大概兩年的時間 你要把工作辭掉 你要把工作辭掉 別在他身邊 發揮愛心 24小時都在他身邊 這樣子投資報酬率夠高啊 其實我覺得父母親他很聰明 因為真的很愛他 然後你常常工作完就去關心他 我覺得他會很聰明 不過其實啊 其實有時候父母他不見得 留財產給我們 剛剛他有留很多因德給我們 留一些德 那我們還會有賺很多錢 對 不過我們剛剛有問到一個 如果我們現在單身的人 我們遺囑 是不是也要寫 不然會被誰分走 也要寫 因為單身的話 如果我說沒有小孩 因為如果有人認領 有的人會認領的話 就會被小孩 就被你給小孩 如果沒有認領小孩 或認養小孩的話 就會變成父母親 父母親還健在的話 就是父母親 那如果父母親不在的時候 就是兄弟姊妹 這討厭的兄弟姊妹 有難找你隨行的 我告訴你 其實台灣發生最多不是這個 最多是一些沒有兄弟姊妹 也沒有父母 也沒有小孩的 那怎麼辦 有一些老兵 老兵 或者說沒有結婚 真的都全過世 其他人全過世 那怎麼辦 這個財產是政府的 什麼 所以 好猛喔 有統計大概政府收了多少嗎 我們這些老兵伯伯 這個沒有統計 但是我手上就好幾個案子 都是這樣子 很多老兵伯他就覺得說 他不太想寫遺囑 那最後他都是嘴巴講講之後 人就過世了 那沒有親人 所以財產好幾百萬 好幾千萬都是 充公 那我們都要 你捐給世界展望會 捐給什麼聯合券物都好 對啊 甚至有的人會 就是難怪那個粉紅收屍隊會出現啊 所以有的人他就 像我們他說要捐給別人 可是他都嘴巴講 他都沒有寫遺囑 造成捐不出去 內心想要捐 可是好心沒有執行到 來 觀眾朋友 真的 我們不用忌諱 我們寫遺囑 其實是有一點改運 做生機啦 好不好 不要忌諱來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謝謝我們所有來的 謝謝 謝謝 感謝你的收看 下次同一時間 請整隻收看 命運